今天中午在房车里睡了一觉 现在该起来了 起来了 很少有像我老婆这样 把口罩戴到眼睛上的 你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现在这个置冰机的这个 取水管已经放进来了 然后它就已经开始制冰了 估计要半个小时才能治好 那我就指冰一通设备 先喝着 我回来了 哇 现在外面超热的你知道 咖啡 鲜牛奶 这个快溢出来的冰箱 来来来来 好像重回高中时期了是吧 会不会很傻那种傻牛的感觉 哎 反正也没别人 也是 就是给你看的 不是 其实给我自己看的 我自己开心 平时就是在外面健身的时候 没机会打吧 对吧 就是所以每次回到营地 就想收拾收拾 倒是倒是 哇 你这个好漂亮啊 这什么枫叶吗 都像派峰叶 都像派峰叶 就当是一种凌乱的花吧 咱们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可以啊 咱们家里不有吃的吗 昨天晚上我们俩 喝了一罐这个 金样的圆浆啤酒 还有一起又自己单独喝了一瓶 小红酒 不是往醉了喝的那种 就是那种喜欢喝 然后会上头 小瓶反正就适合露营嘛 就是一小瓶一小瓶 你一个人喝也还不错 其实偶尔喝点酒也挺放风的 垃圾满了吧 我这次买了三把这种密码锁 咱们可以把那个栅栏 给它锁住 这样它风吹的时候 它就不会倒 这个大垃圾桶是每天都有人来收的 这一株上回种的爬桶好像不大好 应该是最近阳光太烈了 你看这一株 这一株就还可以长出了新的一个枝叶 但是这些叶子啊 这些叶子全都被虫子啃 我们也没有种过这种东西 不知道该怎么防虫 大家要知道的话 可以评论区里给我们提提建议 既然在车里吃 就可以边看剧边吃 就是最近怪奇物语第四季出了 所以我们 既然是在营地休息 就稍看一下 全品 就等你了 冰草地赶紧吃了老婆 那咱们今天中午就出菜沙拉 冰草 细流 你看我买的这个洗碗布 我觉得好好看呀 一下提升了我这个洗碗的性质 好那你好好洗 这些这种木浆的 本来是扁扁的 然后一泡水就立刻放大 就这个过程感觉很治愈 而且就这种蓝色 而且这种 有点小奇怪 有点小可爱的这种造型 深得我心 看到我就觉得 这是用来干活的吗 这是用来享受的好吗 这不是用来吃的吗 这是用来当玩具的样子 你要不要吃一口啊 看什么味道替我尝一尝 嗯 啊好软弱啊 好吃 不要假装嘛 来来来来吃一口 咱要弄就弄真的 你来一口 你来一口 或者这个碗给你洗吧 这么可爱的东西 我不能独享啊 你也要洗了 没事没事 这么享受的过程就交给你 我还是去热鸡腿吧 倒点水 火开了 把球肥放下来烫一下 小锅味放几根 放上去 捞出来吧 这个碗子还挺有食欲的 你不觉得吗 过一下凉水就更脆了 其实咱们这个车就是 这个操作台啊 还是不够大 它不像那个一号那样 有一圈操作台 对 就很爽 实际做起饭来 包括家里面大家也有感触吧 应该 实际做起饭来 这个操作台就 真的很不够用 对对对对对 一个没忍住 就打了一壶可乐 来吧 还是喝点吧 为什么要锻炼 锻炼就是为了更好的吃喝 老婆你要不要来一口肥宅快乐水 喝完就可以变肥宅了 好 咱们俩本来不就是肥宅了 你不觉得切菜也挺那个 挺好的 挺爽的 但你要小心手 其实切的比较好的 那种看着心情也会很好 这么小一根萝卜你还要削皮啊 对啊 虽然感觉削完它就没剩多少了 但是吧 你看它这个皮吧 还是好像很粗糙 口感也就不好 会积那个脏吧 我觉得 主要是里边很嫩 你看 外面这层皮 我觉得还是去掉比较好 所以咱们选择中午起来 就开始筹备晚饭 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时间就是用来天度过的 放点黄瓜片 这道菜叫原亮绿 蔬菜 怎么样 我的妈 这纯绿的一道菜 熊柿 确实可以给它摆个造型 要这么细吗 反正都是吃到肚子里 也是 一会就拌开了 对啊 也就没什么造型的 再来点蟹柳 你看糖心蛋里面是什么样的 啊 哦 呦呦真的是糖心的呀 错啊 哎你说为什么糖心蛋是糖心蛋呢 这个人家是有蜜蜂的吧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只知道它好吃 就是我们自己做不成糖心蛋吗 呀应该也可以吧 这个问问大家吧 对 糖心蛋为什么会是糖心蛋呢 鸡松也加上 我现在觉得咱们应该给它分两份 然后咱俩各自 一碗 对 各自放各自的料 是吧 白菜了 因为就是我们俩喜欢的酱料不太一样 如果勉强对方吃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可能会有点不好 有点痛苦 所以我们还是分成两个口味吧 这可能其他的夫妻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两个人口味不一样 没吃到一起 我觉得有的人 只会觉得 如果两个人口味不一样 没吃到一起 就是说明两个人不够相爱 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是两个人 我们从母体诞生 就是不同的母体 我们怎么可能变成一个人呢 那一起过日子就要就是那样 那就是委屈呗就是 求全吗 但是我觉得就是 这个东西还是 你尽量别委屈 时间委屈的时间长了 它就会有一种怨言 对吧 你看我为了你 我放弃了我自己 其实 这样也太好了 我已经成功的 将一份沙拉 变成了两份 下面就是我们放掉的时候了 我呢是买的这个 柠檬味牛醋汁 我觉得这个就是酸酸的那种 然后就还挺好吃的 而且又是低脂的 你看它是那种零 无脂肪 这个营养表里面都是零脂肪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吃起来没有罪恶感 但是一起呢 它是假山西人 它不爱吃醋 它一点醋都不能沾 所以这个跟它就是没有缘分 然后呢 它自己昨天买了一个这种泰式的 这种汁 还跟以前那种泰式辣酱不一样 它是里面有香茅草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挺暗黑的 让它来尝试一下吧 看你会不会后悔 你别说这一盘啊 还真的是很有食欲的感觉 滴都干嘛去啊 那给滴都来点吃的吧 那先把它喂一下 来滴都 滴都堵 来来来来 走起 看我们吃 每次滴都就是一看我们吃它就馋了 先想你们怎么吃饭不带我呀 这不考虑我的感受吗 你要不要先少倒一点点尝一下 对先倒到边上 尝一下 尝一下 嗯 哇 哈哈 好吃吗 其实我还有一瓶牛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说不要轻易尝试其他的调料 尤其是这种新品种 哇这好酸啊 你尝一口 很酸啊 特别酸 那它是做什么用的 它就是吃沙拉用的吧 来看看我这个酱啊 非洲什么野辣酱 据说很辣 尝尝看 没有找到的好东西 把它放了 这个海藻 给你来点吧 好 都是绿色的啊 其实我是这样的 每次看到这种没吃过的东西嘛 我都还是挺想尝试一下的 哪怕知道就是很有可能会 采雷 采雷 但是还是要去挑战一下 尝试一下 我喜欢鱿鱼尝鲜 好像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 出来防征旅行的这种 就是性格使然啊 喜欢这种就是新鲜感 看看一起的这个暗黑的 泰式香茅酱 它有名吗 很刺激的味道啊 叫泰娘香茅 我也先那个 能跟我分享一下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酱量吗 那么多酱量 首先它的颜色非常的清新 是不是 我承认我看到它的时候 我也觉得眼前一亮 但是就是经过我的头脑的冷静思考 觉得它不会好吃 我把它放到边上了 至少不适合拌沙拉 你饮点什么 尝一下啊 超好吃的 我不信 真的超好吃 我真的不信 不不不 它跟闻起来完全两码事 真的超好吃 你这样你先闻一下 反正你没有闻过啊 我给大家拍一下 就是你闻的第一反正 我觉得就是 如果有人中暈倒的话 闻闻这个应该挺有趣的 它跟闻起来很不一样 它跟闻起来很不一样 有点像唐稀啊 但是你们又是有辣椒和 这是什么 是不是 还可以是不是 好像比我的好吃 怎么搞的 哈哈哈 采雷的精是我自己 这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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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每次 每次我们出去点东西啊 我一般都不会采雷 但我老婆都会采雷 我这个人比较有个性 我就是要 跟随自己的第一感觉 就是 那是我要的 不管是好不坏 我都接受 哈哈哈 所以 不会忙从一起 那次他选什么 我基本上不会跟随他 哈哈哈 这又是什么 辣酱 你确定要在 这种这么 清淡的那个沙拉里面 放这种 油腻的辣酱吗 有一点臭臭的 怎么像臭豆腐似的 你这个酱还挺贵的呢 我再 我再 少搞一点 你这个酱是我们 这三样里面最贵的 尝一下啊 尝一下 哇 哇 吃味道挺好的 而且很辣 我好像放的有点多 很辣吗 你都觉得辣 那我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这个真的 这个应该就是适合我这种 比较爱吃变态辣 一般这种 就是 吃比较什么辣的 就不要 我建议你也就是点缀一下 就行了 哎呀不要放那么多 哇这个辣酱真的 无敌了